大家好,我是My Frau Letter的Kelly 今次的組裝,靈感是來自我最近看了一個很出名的花藝絲 Constant Sprite的展覽 它影響了很多現代的花藝絲 連英女王加冕的時候,它的花也是由它主理 其中一個花藝界的突破就是 大家現在看到這種不對稱的組裝 在它之前是沒有人這樣做過的 我們今次都會用這個方向來做Classic Plus的作品 大家收到回來的花都可能是沉水之中的狀態 記得要盡快幫你剪花剪腳、養水 幾個小時後,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記得看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我們首先介紹花材 今次我們第一次跟大家用這隻叫做楓齡草 或者楓齡花 它是一枝花框裡面有很多花粒 每一個花粒就像吊鐘一樣 大家收到回來都是一枝比較長的楓齡草 你會看到底部也會有很多葉、花粒 像這樣一樣,我們就跟回我們的花菜 recipe 由頂部開始計起來使用 底部會碰到花瓶的水 其實可以全部像我這樣撕走它就可以了 就可以準備來擦花了 第二種花材,我們會用到這隻粉藍色的藍星花 花框上面會有些毛毛的質地 大家處理這種花材就要比較留意 因為它會流出白色的汁液 我們就可以將它多餘的葉剪走它 其實白色的汁液就盡量不要碰到 如果碰到,最好快點洗手 因為有些人會有機會導致皮膚比較癢 基本上我通常只會留下花粒 或者留下少少頂部一、兩塊葉都可以 跟回我們的花菜 recipe 剪一個長度 由於它會有白色的汁液在這裏 我們就可以把藍星花放入水瓶裏 讓大家可以清洗白色的汁液 一會兒準備擦花了 第三種花材叫做聖誕玫瑰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每個花瓶都是向下水 倒下來的 這次我們會用到第一次用這隻花 叫做飛燕草 每枝花的花狂都非常幼 而且有很多彎曲曲的線條 它有很多花瓶在花瓶上 而每個花瓶的花期都會不同 有些長一些有些短一些 如果有些花瓶是剪掉的話 建議大家剪掉它 不會影響到其他健康的花瓶 這次我們會用到這隻Garden Rose 大家留意每枝玫瑰花都會有它的保護瓶 比較深色一點 會稍微稍微 它是保護玫瑰花生長過程之中 以及運送過程之中的花瓶裏面不受損位 基本上開花後保護瓶會見不到 如果大家覺得它們太肉酸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撕走保護瓶就可以了 這隻叫做白珍珠 如果大家看到有凹頭的情況 不需要擔心 有些是它的姿態 而且要喝夠水 很多時候都會站直 另外我們會用到這隻白色的星神花 收到回來的星神花 都是一大支 有很多個小分枝 我們將長的分枝 剪開它 然後分成三等份 多餘的芝士都撕走它 分開來插 待會可以 醃材方面 我們這次會用到BB草 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花菜 根據每朵花的長度來剪開 要留意這次花的長度 是根據新的花瓶 大概是15cm的高度 大家處理花材之後 就可以把水倒進花瓶 到大半滿的位置 然後就可以用我們準備給你的營養粉 可以整包倒進去 然後可以用一枝花攪一攪 用了營養粉之後 鮮花可以隔天才剪腳換水 到時可以用第二包的營養粉 用完營養粉之後 都要勤力幫鮮花 最好每天剪腳換水 花會保持得更漂亮和久一點 第一種插的花是聖誕玫瑰 我們會把花瓶左右割放一枝 夾著花瓶邊 斜斜地插進去 你會看到它可能會搖到下面 有不同的方向 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我們這次也是跟回 我們Inspired by Constant Sprite 主要花的作品 不會太堆清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線條 根據植物本身的樣子 最後一枝 我們會放在花瓶正中間的部分 可以夾著花瓶邊後面插進去 插好之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用 然後我們剛才分了三束的星神花 第一束的星神花 我們會放在花瓶正中間的位置 插入花瓶裏面 而第二束的星神花 我們會放在花瓶前面 靠左手邊的位置 你會按著花瓶邊這樣做 第三束 我們將它打對角 在花瓶後面 也是同樣的做法 插好我們的聖誕玫瑰 和星神花 現在就可以用我們 短四枝的Garden Rose 首先我們會放兩枝 在花瓶前面左右 然後放在花瓶邊 斜斜地插進去 後面也是同樣的做法 我們用短四枝先記住 在花瓶前面 放在花瓶正中間的地方 在剛才最高的星神花旁邊 可以放在花瓶正中間的地方 而最長的那枝 我們會放在花瓶正中間的地方 我們可以分開兩枝來用 一枝放在花瓶 左手邊 右手邊都放在花瓶正中間的地方 在星神花旁邊 我們可以放在花瓶正中間的地方 就可以把孩子的草葉分開 就可以分開到花瓶正中間的地方 把孩子的草葉分開 第一瓶會放在花瓶前面 左手邊這朵玫瑰花後面的位置 其餘兩瓶會放在花瓶後面玫瑰花的旁邊 可以轉面給大家看一看 因為星神花 很多碎花會掉到桌面 如果大家今次做的時候 怕清理很麻煩 都可以鋪桌面才來擦花 插好白珍珠 現在可以用藍星花 第一瓶會放在花瓶前面 右手邊 這朵玫瑰花的後面 第二瓶是打對角做的 然後可以用蜂檸草 好 我們會在花瓶左右 BB草的附近割放一枝 記住 插入花瓶裡的花瓶 全部都要撕走葉 希望形態向外散出來 最後一枝會放在花瓶後面 正中間的位置 插入花瓶邊 就像這樣 然後就可以用很漂亮的飛燕草 第一瓶放在花瓶前面 然後放在白珍珠旁邊 然後放在白珍珠旁邊 然後放在花瓶後面 這朵玫瑰花附近 也可以放第二枝 最後一枝放在花瓶後面 然後放在白珍珠旁邊 可以撥開青春花 插入去 今次的作品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 今次classic plus 這個arrangement 如果大家在插花方面 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做完之後 記得拍一張照片 發給我們 或tack我們 每個月最漂亮的 我們會送回合花給它 下次見 拜拜